好像還是蠻驚險的 就請教練先談一下 可以表演這裡 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還好 就是他相信選手 可以等一下最後拋彩帶下來 瞬間的感覺 そうですね 對 對 沒有感情 昨天也有很多客人來 所以 在前方的民主 和第一次 勝出 後方中的優勝 很棒 其實他現在還沒有什麼 詩感、詩詞的感覺 看到這兩天 昨天跟今天有這麼多重新公共電手 就是進來入場的加油 那他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今天是可以有打一場不錯的比賽 然後把勝利就是呈現給這些球迷看 這是他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然後全國的很多地方 忠心兄弟的粉絲們 後半戦是很好的報告 那就是他今天也知道有很多中心兄弟的球迷 是從全國就全台各地 就是在這邊來為大家加油 那他覺得我們下半季 其實是一個朝著好的方向前進 請問一下監督就是 他在球員時期 效力了兩次球 他好像都沒有機會拿到優勝 當總教練之後在台灣 你也至少拿到一個階段的優勝 不曉得他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那當然就是 當然可以拿到全國的全台會看不起來 可是其實也是要換另外一個角度說 我們還不能鬆懈 因為我們畢竟還要面對全年度的戰 目標是全年第一 所以其實今天結束之後 就必須要馬上轉換形勢 然後去面對另一場我們的作戰 那因為他其實一直都不是很在意其他球隊現在是輸還是誰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是一場一場穩穩的拿下來 然後一場平常 然後是變得更強更變得更好 那他也希望就是球員們不要忘記 我們去演成績不好的這樣一份 我們悔恨感跟不甘心的感覺 那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就是 要帶著悔恨的感覺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強才行